小儿科急诊室医师护士忙着替儿童看病 外头还有不少等待看诊人潮 而科急诊医师吴昌腾PO出照片 透露中秋廉假有一家人在烤肉聚餐后 已有五人染疫 其中两人还是二次确诊 这样的情况其他医师也有感 甚至在户外活动或者是游乐场所 他们都比较敢去的 没有人因为这个疫情 就是不敢去餐厅 坦爷廉假三天 一家人确诊情况不少 民众南来北往 也可预见南部恐怕确诊情形加重 医界也分析 冬天新冠肺炎和流感很有可能同时爆发 与病毒共存的第一个冬天 不会太好过 今年在台湾是提前到达 目前合理的估计是今年年底会有一波 还不晓得流感疫情 那VA5一定还在的 因为还没有被取代掉 所以今年年底就是两个病毒 同时流行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而在VA5病毒肆虐下 欧洲资料显示 今年0到14岁死亡人数是同期10倍左右 15到44岁也增加30% 数据显示在小孩 青少年和壮年时期死亡率增高 更需要疫苗接种 VA1先到就先打 那如果到年底有VA1.5那就看情况 如果已经隔三个月以上可能就再打一针 那你自己是60岁以上的人 或者你的身体是状况是比较差的 有慢性病或者免疫力比较差 隔三个月了那你还是可以先打一下 目前的第一代的疫苗 VA1.5来势双双 医师提醒最少接种三剂疫苗以上 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TVVA的新闻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